昨天我在這裡說美國有一份報紙 Boombird 說美國在新冠疫情時 銀性非常好 因為它的注射疫苗人數多 好可惜我當時也說了 美國有大部份人不願意注射疫苗 現在最重要是有數據支持 所以在這裡就有一個圖表 他們每一天注射疫苗的人數 你見到過一段時間的確上升 不過很可惜現在注射人數每一天下降了 是不是他們的注射工作地點收縮 所以不能注射呢?不是 主要原因就是兩件事 第一就是去到高峰期的時候 發覺其中一個疫苗 Johnson & Johnson 就會導致血症 因此意願大跌 在意願大跌之下 人們就開始不願意打 其實我們已經知道 美國很多人抗拒疫苗 經常說疫苗是政府來控制人民的方法 你打了疫苗之後 會打一顆很小的電子東西 順便的疫苗經過來注射 你身體內 總之有很多人不信 現在調查報局也都說 到目前還未打的人之中 有百分之七十幾的人是不願打的 換句話說 疫苗注射量已經開始變得非常少 沒有機會達到群體免疫 換句話說 昨天我和大家講的那篇文章 很快就因為人的絕食不夠 所以一樣成為危險國家 目前來說 美國剛剛過了星期六 所以今天和大家報的時候 有四千多個新增確診 但是過兩天 星期六、星期過了之後 我相信會看到 數字會再上升 所以西方媒體 我們真的要用數字說話 不要完全聽他的報告 美國應對疫情 絕對是 最後數一轉頭的第一 不是前面的第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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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